你不如在原地的時候 再做一個更大的後仰的跳投 至少你球還碰得到藍波澳第二波的進攻 所以這一來一往差距就很大了 被林書偉投進了一個遠距三分 原本是追平的機會 現在又回到五分差 書偉缺席四場比賽之後 一回來就拿了十五分 很可惜這個進攻 凱燕還是沒有順利的把球給放進了 這位林 掩護 再來一季林書偉 back to back的三分球 那副方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林書偉跟大家說 我回來了 I guess 我只是想幫球隊贏球 其實我蠻擔心我今天自己那麼快回來 因為我只有練五天吧 然後 你修十八天其實是蠻嚴重的事情 所以我是擔心我的體力 然後身體 可是 就開心我們就贏下來了 你覺得自己的心情很累嗎? 電動打得太快 當然沒有跟球隊是 有點難過 然後看他們就一直比賽 然後他們累 因為當籃球員累 所以 我會對他們就不好意思 可是 個人我在家是沒問題的 因為 我很喜歡打電動 首先就是還是感謝球員啊 他們很努力的 拼搏 然後 我覺得我們的問題還是要慢慢的調整 因為畢竟馬上就要到肌肉賽 所以我們這個最後主場四場 其實我們要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不同於前面幾場的一些防守上的表現 那我覺得他們今天做的還算還蠻不錯的 好 好 傑哥請看下一個請 是關鍵師哥的進度 這就是 就 勇人就是 佈置的就是一個戰術嘛 然後剛好 機會就創造出來了 然後把握那個 兩分放進這樣 最後傑哥那個戰術就是一個ATO 然後就是 其實 當教練的 其實手袋都會有很多ATO 戰節的時候就是 把我們準備好的 看 三到四個ATO 哪一個是適合當下的 所以我們就畫的那一個 其中那一個 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 所以不是給傑哥 就是給麥 那 接到球的那個頂哥也是非常 非常的關鍵 因為他傳球能力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 球員的執行力做得非常好 這樣子 那 如果 白白之百勝率的 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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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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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還可以是百分之百 好不好 然後 心得的話就是 其實 在熱身賽也做過這件事情 然後許哥也讓我去 事先的 他本來是說他害怕會 兩次技術犯規出去 所以叫我先模擬一下 結果沒想到是因為別的原因 那 真的 真的 立行賽真的 站在那個場上其實還是 多多少少會有些緊張 那 最後 當然 最後是好的結果 那我覺得也 也非常開心 你有跟你教練連線嗎 還有什麼 賽前 賽前可能 許家瑞就是幫我們加油一下 加油打氣一下而已 對 然後 賽後的話 可能許哥 也會 再跟我們連線一下 然後看有什麼地方 需要改進之類的 對